哈囉大家好我是必取鴨子 就在上個禮拜天的凌晨 寵物模擬器X又更新了 鴨子的話呢也是在首頁台跟大家又體驗了一番 而這次的更新 最特別的應該就是又有新的傷成蛋了 10顆獨家的果凍蛋 我知道這個沒用啦 但是鴨子心理作用 我還是想說去按按看 先去按按按 增加一下增加一下 大家準備好了沒 準備好了鴨子要開抽了 幫我刷一波777好不好 鴨子本周塗鴨大蟲很好抽喔 真的假的我沒有抽到欸 不管啦先抽了先抽了先抽了 他的父母好特別喔 謝謝大家 幫鴨子一不一之力 我們先抽個直接8顆吧 噔噔噔噔噔 大一點麻煩 全部都上一下自然 沒事好戲現在才要登場了 我看一下 還有最後的兩顆 不用多會中就是會中 大家把力量進給鴨子 噔噔噔噔 最後一顆了 其實蠻可愛的 你看他那個在那邊動 真的蠻可愛的啊 我在安慰自己 你們看得出來嗎 呵呵呵 我好開心喔 Anserland喔 今天的最後一顆了 大家幫我戳一下 打氣 我的心走不出那扇門了 我的泰坦咧 這也配稱得上泰坦嗎 等我一下 那今天有那個更新活動喔 你們自己稍微看一下 好不好 在這邊 鴨子忙一下 剛好有人找我 好了 鴨子事情處理完了 我帳號剛剛好像被盜欸 大家 等一下 呵呵呵呵呵 老闆又給我一個 麻煩斜線指令 果凍泰坦貓 謝謝 他是泰坦貓 他是貓嗎 他是貓嗎 我不確定欸 再八顆 該來了 就是今天 Just today 大一點 欸 那隻豬是什麼意思 比較厲害的意思 75% 我的大蟲 再大一點 拜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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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子好運用盡了嗎 兩隻豬了 保持傳統 保持優良傳統 一定要抽到大蟲才能睡覺 牙子的荷包在縮減啦 越來越瘦啦 毒我的唇 呃 叔叔是有練過的喔 各位小朋友 不要學叔叔這樣子 去課金喔 我還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們想要買的話 用鑽石去買 好不好 會比較划算 用RB那是很不值得的 鴨子走火路魔 沒有啦 我只是想說 示範給大家看嘛 因為可能有些觀眾 沒這個機會 可以看到這樣抽嘛 有 大家 這顆 不得了啦 出事啦 阿伯 大一點 再大 超級大 太坦 沒事 他結束了 哼 欸 SORENO 66666 謝謝大家 我們抽掉了 買了第三波 30顆 30顆 很可愛欸 希望是 Super Team Walker Diamond 5 發了 欸他還有特別的那個 什麼 COME ME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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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最開心的當然是抽到了巨大寵物 橘色果凍 不過呢 現在的這隻價格已經降到了大概70B以下 那沒關係 在30顆內就出貨也算是非常幸運了 那在這天結束直播之後呢 鴨子其實也有再買幾顆來抽抽 才發現現在傷成蛋呢 整個大漲價 也就沒能好好的下手 沒關係啦 就耐心一點的去收吧 至於剛剛影片裡面有提到大寵而外的附魔 指的就是這個 有50%的機率開到的是放金幣 也有20%的機率開到的是放鑽石 依序往下機率的放置其他的物品 而鴨子開到的就是最大機率50%放金幣的 可以看到我們果凍怪身體裡面就是放置金幣 非常可愛 那這個附魔應該只有外形上的差異 並沒有實質的效果 請大家不用特別在意 不過放置越稀有的物品可能價格會越高就是了 那另外一部分呢 活動的重點在抽新的寵物 有畫面上三隻 傳說神話還有神秘都有 而且這幾隻的傷害呢 都是目前版本最高的 尤其是神秘又抽到色違的話 那更是不得了 另外還有一隻大寵也是有機會可以抽到的 都在這次活動更新的新地圖彈池內 那值得一提的是 這一次的抽彈非常的狠 花的是鑽石 那至於該怎麼來到這張活動新地圖呢 就是每天的1點5點還有9點 都可以從第一張地圖這個炮彈發射飛過去 進入迷宮邊打寶箱邊闖關 最後呢就可以抵達這個迷宮的終點 也就是我們抽彈的地方 抽彈時間為期一個小時 如果你在裡面待著不出來 如果又沒有斷線 時間來到了下一波的活動 一樣可以繼續開抽 不過這其實比較沒必要啦 因為活動期間內飛上來 然後一路打過來都算是比較簡單的 那鴨子的話現在有空的話 就是去抽這個比較便宜的彈 想說來拼拼看有沒有大寵 但多多少小還是要把這個寵物拿回去製作一下 回去販售 不然抽這個真的鑽石太傷了 就目前抽下來的感覺 超級不划算 那這邊呢鴨子也都順利的收集完了暗物質版本 就缺這個神秘的暗物質 那其實鴨子也有抽到彩虹的他 只是因為這次抽這個活動的新寵物呢 需要花鑽石 而且價格不菲 所以就先被鴨子拿去交易所販售了 賣個20B 啪等一下 沒想到還真的被我給賣掉了 不過整體換算下來呢 好像也只是回本 並沒有賺 畢竟這個新寵物抽起來是真的很貴 所以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好的那以上就是鴨子進行參與活動的方式以及感想 至於上一次墨西哥節活動的那個大寵寶箱呢 現在也從25倍變成50倍 有更高的機率可以抽到大寵 有興趣的玩家呢記得抽抽看 然後出現的時間從原本的1點、5點、9點 改成了3點、7點跟11點 時間的部分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跟之前不太一樣 那這週的話 鴨子平日就不開直播 等星期六凌晨的時候 首頁台我們再開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來抽50B的鑽石給10位觀眾 各5B 只要留言 我需要鑽石就可以參加抽獎 然後也別忘記留下你的遊戲ID 方便鴨子把禮物給寄出去 還有要記得訂閱頻道跟公開訂閱頻道的資訊 才會符合抽獎資格 那近期呢 鴨子也會持續的去玩這款遊戲 如果有特別的收穫以及發現 再來跟大家分享啦 之後也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近期的首頁台 鴨子都不會有鑽石泳拳的派對 會改成使用線上抽獎來贈送大家鑽石 因為鴨子真的不好意思 讓我們其他的觀眾來去按噴泉派對 大家踴躍參與 鴨子就很感謝了 怎麼還讓觀眾破費 所以呢 未來我們就會用這個方式來去執行一陣子 那如果未來還有機會 再來鑽石噴泉派對啦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回再見了各位 掰掰 冠宇會拿到幾賺呢 啪了一下 嗯 誒誒誒這是怎樣 從1到10選一個數字 好好好 對不起對不起 來 啪了一下 哇 冠宇 太會了吧 冠宇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這位觀眾是我們的 Mu Nizu Shiny Mu Nizu Sersha Mu Nizu Nizu Mu Nizu Sersha Nizu Nizu 抱歉啦 一逼勒 好啦 沒事啦 好不好 勇敢跟堅強 鴨子送你一隻這個啦 這個是我們的商城寵物啊 鴨子你是要退坑了嗎 我怎麼覺得你好像 你好像 你是看起來亂送了 鴨子別一念 好沒關係啦 沒關係 冰仔 冰仔 冰仔你有刷過了 鴨子有看到 Mu Nizu Nizu Chu Nizu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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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Nizu 是這樣念是不是 好 OK Go Go Let's Go 最愛愛斯了 其實鴨子以前 在航海王裡面 也是蠻喜歡魯夫的 我很好 有關聯嗎 鴨子 來 愛斯麻煩 麻煩 鴨子